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是金融小说里头的两本武功秘籍 玉女心经还有葵花宝典 在神雕侠侣里头 小龙女跟徒弟杨过为了要修炼玉女心经 必须要脱掉身上的衣服 对坐练功 让热气散去 不过杨过是一位男弟子 男女坦诚相见 到后来试图发生恋情 充满了戏剧张力 玉女心经在现实生活中却变成了房中术的运用 古代贵妃拿来拴住皇帝的心 而现代则是特种行业的叫战守则 日女心经强调男女双修可以阴阳互补 不过如果想要独自练成盖世神功 那该怎么办呢 金融笔下的另外一本秘籍以葵花宝典 教大家挥剑自宫 就是要把欲念跟日火化去 武功秘籍其实是死的 是要修炼成正果还是走火入魔 其实全看个人造化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分门别派 尤其在金融笔下 更是被刑诉的个个有如神力 武林中人为了抢占盟主宝座 常有英雄大会比武破招 甚至为了武功秘籍 拼斗个你死我活 冰心如雪的小龙女遇上师姐 李莫愁抢夺玉女心精 只好正面对决 而手段凶陷的李莫愁不择手段 到了这般田地 师妹你还不肯交出玉女心精 那我就把你们二人的脸划个稀烂 让你们在阴间相见也不认得对方 金庸笔下的玉女心精 是由当年古墓派祖师 林朝英独居古墓时 所创造出的独门武功 而这门功夫需要两人同练 互为辅助 练功时全身热气蒸腾 因此需要选择空旷无人之处 全身衣服敞开 使得热气能够及时发散 本门的最高武功是玉女心精 这玉女心精需要人同练 互为臂柱 你的双掌和我的双掌相对 以内力互相引导防护 可是你我男女有别 解开了衣服相对 成何体统 它是属于一种双修性质的 就是必须两个一起修炼 小龙女那时候是有词异的 玉女心精是专为女子 所设计的武功心法 小龙女教导杨过的架势 都带着三分婀娜风姿 这门内功步步艰难 只要一不注意就会练入岔道 如果外力有所组织 极有可能走火入魔 吐血重伤 我练功练到金鸭关头 被他们这一扰 绝不归尽 制不住的 练功的时候要一气呵成 不可以停断 否则就是会重创 对会重创 甚至有可能会伤亡 姑姑 我们终于练成了 想不到玉女剑法最后一张 竟然要和全真教的剑法配合使用 才能显出威力 灵狱大敌 杨过和小龙女同使玉女剑法 难以抵挡金轮法王 但杨过无意中想出全真剑法 搭配玉女剑法 双剑合璧化险为宜 原来林朝英转述玉女心精 着重在双人共修 表面上是要克制全真派武功 但因为他对全真派的祖师爷 王重阳情根深重 所以转述到最后一张 玉女肅心剑时 林朝英就幻想 总有一天能跟王重阳并肩吉敌 因此最后一张的武术 富含疑情之意 玉女剑法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都是针对王重阳 就是全真教的祖师爷爷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完全 就是完全要计压全真 这样子的一个路数 但是一直到最后面的时候 其实才吐露就是 其实这是林朝英 一个很深的一个心事 他一生苦练王重阳 一般认为林朝英是虚构人物 因此根本没有玉女心精这部秘籍 但其实玉女心精 是武当全真教昆道的密传功夫 真的有玉女心精 然后这个是龙门派传出来的 然后是属于全真的昆道的一个 算是内功的一个心法 玉女心精应该是 真的是一个适合女性修为的 一个气功法门 那个心法是口传不立文字 玉女心精应该它没有弹到心法 但是有告诉你 这个平常我的养身作为一种养身功 我要怎么修为 金庸就转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它放在 因为林朝英是一个虚构人物 那他是针对王重阳而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道教的一个武学系统来讲的话 应该是可以做的一个转化 内功修身养气 训练就绝顶武功的扎根基础 要练成玉女心精 完全笔造一般练功模式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工作原理是练出来了 同时工作是硬功练龙的 它不一样 它是用持幼练 它用丹田的器材练的 据传修炼玉女心精的女子 走路就像柳树风吹 皮肤吹痰可破 坚持稳定的意念 再加上养身调气 是练就玉女心精的第一步 每个功夫都要练马步 跟那个三七步 前三后七 前七后三 玉女心精以双修为练功主体 本来是修养正气的上乘武功 后来却有人把玉女心精衍生发展 甚至成为特种行业的赚钱工具 称为天花化心术 如果说讲玉女心精 如果一个是讲专门练武 女生也可以把功夫练得很好 无用自已的 古代的侠女很多 一种是专门就比如说 针对说房东术来讲的 古代的赵飞燕 他就是练房东术 所以他练得相当好 所以皇帝很喜欢他 他没有练武功的 他只要是练对付男来演 以前在中山北路那个老仓 他有练救工夫 他旗下有 那时候我知道是有 那时候我师父在有时 有十几个女孩子 一个晚上十万块 以上 我已经练救神功变幻莫测 东方不败力压群雄 烹霸武林 全靠葵花宝典 但这部武功秘籍相传由太监所创 秘籍第一页 开宗名义说明 日练神功 引刀自攻 练单服药 内外皆通 最大的牺牲就是 必须自攻 自攻之后就会营养关系 因为你荷姆失调嘛 人自然间就怪怪的这样子 可要把人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线中 就叫你禁欲啦 金庸把它夸大变成重要 直接自攻 葵花宝典在金庸的妙笔之下 练成后比起玉女心经 更有杀伤力 也引起武林高手更多觊觎 而两部密集的相同之处 就是注重内功的养成 厚实内功让身体法肤无懈可及 使出的暗器也快梗准 迅雷不挤掩耳 在葵花宝典里面 它东方不败最厉害就是它的飞针 它一边它绣花马 但是它最厉害是它丢那个针 那以现在功夫来说 它是属于暗器类的 但是你在丢这暗器类的时候 需要一定的手腕力量 跟一定的内力 东方不败靠着一支绣花针 打败了武林高手 应该是讲到它的速度 因为它的招数其实 并不是所谓的正派武功 所以它的招数是非常的齐 对 是走齐险路线 然后再来就是它快 那出招齐然后又速度极快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打的一个威胁 东方不败运用内功 震出排山倒海的气势 虽然现实生活中 并没有葵花宝典这本武功秘籍 但是经由描述宝典中的内功心法 可是有理有据 要有身后内功才能成就绝顶武功 而内功学问博大精深 每个呼吸运气都是训练关键 而现代人练内功不为了打遍天下 纯粹强健体魄 这浴金兼八段键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引功法 气血循环很好 然后甚至也会按摩到 我们的五脏六腑 艺术说因为你的气机 已经非常饱满了 那气机已经启动了 所以我都静坐 坐坐工 所以让这个气呢 经过我的意念 我的冥想 他可能说我走任督二脉 武功秘笈被武林高手 视为毕生追求 杨过与小龙女借由玉女心经 双剑合璧成为佳话 东方不败征服葵花宝典 却作恶多端 最终过不了情感关卡 这两部秘笈中同样着重内功心法 但是歌代表的正直与邪恶 带来完全相反的人生际遇 或许金庸笔下所思 乃是正直两字 贯穿人生脉络 休息一下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清宫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头的 临坡微步 是最广为人知的清宫之一 其实这个概念是出自于曹植的洛神父 原意是形容洛神体态轻盈 浮动于水坡之上缓缓行走 诗句里头描述 飘忽若神动无常则 若为若安若网若还 真的是相当传神 不过现实生活里头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武功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 请不吝点赞订阅